勞退基金呢 我們看數據到8月的時候呢 已經賠了3204億 3204億 然後呢 國安基金7月11號決定他不要進場 可是7月12號馬上峰迴路轉 他要進場 國安基金大概7月 從7月 報告院長哦 7月13號進場到今天為止呢 國安基金賠了3333億 外資呢 今年匯出了7000億 所以呢 民眾我們那時候在問的時候呢 始終問不到 始終問不到就說 你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峰迴論 路轉的情形 可是呢 跟院長報告一下 我們居然聽到財政部的 當然不是蘇部長 可能是我們的軟次長 國安基金的操盤者呢 居然講說 別人恐懼啊 我貪亂啦 院長 這樣的一個態度是對的嗎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相當專業啦 那我們國家 一句管理 一直都是一個 我們一個專案 院長 在面對這些問題 隨時應應 讓外資收割 讓我們 因為台灣的股市是散戶多 讓外資收割 然後讓全民去承擔 在這個時候 與此同時 我們還不潛討 不改進 然後只是去粉飾太平 數次會說話 我們已經賠掉這麼多錢 3000多億的勞動基金 再加上國安基金 一樣3000多億 我們到底有多少錢會賠出去 院長 這樣的一個國安基金的操盤手 你還是要堅持他應該將來晉升嗎 因為外面網傳的是說 現在這個我們的操盤手 將來會接這個部長 會有這樣的情形嗎 這個跟升不升部長無關 不過操盤的著眼點在哪裡 以這樣的操盤的時機來講 讓台灣人民當成被割韭菜的 這樣人你還是要繼續用 沒關係 這個是你的決定 這個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道理 我們今天開始 今天的質詢 我們的今天的質詢 院長 也不是歸那麼多 我很遺憾的 就是說上次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說話術治國 我今天就是很沉痛的講 我非常沉痛 院長 你也知道 我從來就是有話直說的 我很難過的一點就是說 平靜黨不是取其意 民主進步嗎 連現在李遠哲先生都出來批評 可是李遠哲先生出來批評的時候 我也進去看 你知道我一向是就事論事的人 但我進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真的有現在民間獎的幾個現象 大現象 一個黑箱 一個官說 一個威權 一個特權 院長我跟你報告一下 官長我想請教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的政策 其實你自己並沒有親自的參與 比如說像什麼 防疫旅館的這個政策 你有親自參與嗎還是沒有 我要主持防疫會議都會報告 你知道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嗎 是就是說 部裡面有人提起來呢 還是事實上 就像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黃山講說 這概念其實是來自他 當初在跟你報告的時候 你在拍板定案的時候 因為概念這種東西 好的東西其實應該要做 可是不需要去邀功嘛 對不對 是誰的其實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 我覺得這最重要 當時他們在提這個防疫旅館的時候 有提到這個是誰的概念 還是說沒有 就是說只有這個談這個政策而已 我 沒有這個是很簡單的問題 我每個禮拜至少都主持一次防疫會議 我都一直講防疫國家隊 這是集體一個隊伍 大家從畫畫面面做出來 不是哪一個人的專利 或者哪一個人的獨創 不是這樣 是大家一再斟酌 所以你是絕對 你對於防疫的部分 衛福部提出來報告 好 衛福部提出來 所以簡單來講 所以簡單來講 因為現在陳時中在邀功 陳時中跟黃山兩個人在爭功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從老百姓的立場來講 做對的事情 誰其實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院長你既然提到你有參與 我就要再請教 你也是學法律的 對不對 我們看到昨天審計部就講 這個機密的文件 現在衛福部已經釐清了 衛福部已經釐清了 就是說高端的部分 保密期間是只有五年 可是審計部 他還是把他堅持說是三十年 他還堅持說是三十年 因為衛福部通知他的還是要保密三十年 那部長你也知道你是人權律師 你也知道我們的這個刑法的規定 追溯權其實不會超過這個三十年 對不對 所以你把他保密三十年 如果你跟高端的這個保密期間只有五年 為什麼衛福部的部分呢 應該把他保密的期間編三十年 院長 從一個法律的素養 委員你也是法律專家 是是是所以才特別請教你 委員我們很清楚一句話 公文保存三十年 跟契約內容保密幾年 這是兩回事 謝謝院長很清楚 部長在旁邊聽清楚了 公文保存跟保密是兩回事情 所以當保密期間只有五年的時候 你不可以通知審計部說 你的保密期間是三十年 謝謝部長 其實就是真的要部長指導 這個部會才會相關去做 公文保存我們沒有跟審計部講說要保密三十年 這個重點我們來檢視 足以檢視一下 我們看看黑箱 黑箱的部分呢 疫苗採購的部分呢 那個衛福部我堅持他就是秘密啦 那國會你也知道院長我們每一次問的時候 資料都不會出來 然後看到的版本呢也是塗黑的版本 但是呢審計部在看的時候啊 審計部他看到的是完整的版本 那院長你知道我們的憲法 我們是五權憲法嘛對不對 我們是五權分立是制衡的嘛對不對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立法委員要看他要代表人民看 審計部是看決算對不對 立法院我們是在決定這個預算 所以我們要有所本 為什麼審計部可以看立法院不能夠看 立法院的委員職權怎麼行使 有過院的職權行使法為依據 那司法院怎麼樣去看審計部 那個是事後審計 這個我行政院不好批評他 對但行政院為什麼不肯給立法院 要求要看文件的時候可以看到文件 拿所有的東西呢都是用黑箱 這是這一點跟院長報告 不是我一下是都根據貴案 職權行使法再進行 而且我在跟院長另外報告一件事情 這個決策啊 院長我是想讓你有一個釐清的機會 因為外界對你的批評 因為我對你的了解應該比外界對你的了解多 因為我們都是同行嘛 那你也知道其實我一向也是就是認識 然後我也很尊重 就是說只要你是對議題發言的話 我都不會去那個 院長對於這個疫苗採購的決策 你有參與嗎 疫苗要怎麼採購等等 向哪裡採購多少錢怎麼談判 我沒有管這麼細 但是我就是一個態度 一定要盡量爭取買到疫苗 因為當時全球都在爭取疫苗嘛 所以實際上面決定要跟誰買的這些細部的細節 你是沒有參與的嗎 這個是衛福部他自己做的這個決定 但是我跟院長再報告一下 就是你知道這個我們現在內政部啊 他有在查假訊息對不對 他那個社違法的部分呢就是說 你散佈假訊息造成這個公共不安寧的情況之下 他會查辦 而且陳時中還出來講喔 他說假訊息的話至少要關三天喔 對不對 他這樣子講 但是那個院長我跟你報告啊 那個我們的衛福部的這個官員啊 李平宜他在上節目的時候 他就提到了說 疫苗採購的價格啊 每一劑是一千塊錢 然後採購的是五百萬劑 所以簡單來講他就是五十億喔 院長他就是五十億喔 但是呢 但是這個是講高端的部分 但院長我再跟你報告一下 高端他是上市櫃公司 所以他的財報上面啊 他的財報都有他收的錢 他收的錢呢 我們把他做最寬的一個家總出來呢 他收的錢最多最多最多 最多 只有三十六億 那你的官員喔 五十億剪掉三十六億 剩下的錢到哪裡去 所以民間才會講說 你這個差價十幾億錢到哪裡去 所以院長你不得不承認 民間有質疑的時候 這個黑箱 院長是不是應該要打破啊 委員 這個你講說有官員 其實沒有聽到官員 可能是社會人士 他自己 不是因為五十億喔 五十億是 李兵義 李兵義不是社會人士啊 李兵義不是社會人士啊 自由社會裡面的誰 不是不是你的五十億喔 按照他的說詞 五十億我們是用他五十億 這是官員 不是官員講啊 是官員講的啊 哪一個官員 李兵義嘛 我不是講的嗎 李兵義講的 所以他在講的時候 我們把他這個 三十六億的部分 個人有他的專家的角度 去估算要怎麼樣 院長 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三十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